怎麼可能啦 這是敗關也是 OK 敗關也是 你在講我要去看古文觀止囉 我昨天才從 屏東車程回來 回到台北就已經 一點多了 最近都會過這樣的生活 嗯 當然會啊 但沒關係 其實說實在 今年入圍的節目 都蠻新鮮的 所以我覺得 每一年有這樣的 不同的節目被看到 是好事情啦 對啊 他們才會比較知道分 沒有耶 今年沒有 我有特別留了日期 哭哭 那兩天要幹嘛 嗯 烤個肉吧 把中秋沒過到的烤回來 哈哈 亂講的 但這個新聞 這是新聞嗎 對我來說 因為我一直都有 粉絲來跟我講這些 算是 演藝圈的 那個叫什麼 呃 逸文去世吧 嗯 對對對 對對對 敗關也是 對對對 哈哈 哈哈 不在證實裡 有沒有 怎麼可能啦 那 這是敗關也是 OK 敗關也是 我沒有 我完全不知道啊 沒有沒有沒有 這是敗關也是 你在講我要去看 古文觀止囉 哈哈 這是一個有趣的事啦 當然 我時不時都會來個懷舊風嘛 我那天在幹嘛 哈哈 我記得最大的時候我在看房子 哈哈 哈哈 這會不會太detail 就是想給 爸爸媽媽 因為好 老實說這個也跟 最近那麼平凡的地點有關係 因為現在他們住的是比較 稍微年紀大一點的房子 然後我就一直覺得 會有疑慮 安全上的疑慮這樣 但是要說服媽媽也蠻辛苦的這樣子 蛤 好地點喔 嗯 約莫不到那個奢侈稅 蛤 你去幫我查一下 我不想在這邊講數字 好啊 我還沒有送 我跟你們同時知道的 雖然我一直都有預感 因為我 上次在錄36題的時候 我就覺得 不是前陣子剛瘦嗎 怎麼突然之間 稍微有一點點 肉 這是肉而已喔 然後就覺得好 應該是還不能說 所以我就沒有講這樣子 所以你也沒有說 欸你最近肉髮這樣子 我怎麼會跟女生講這麼 我只是敢跟唐老師講 哈哈哈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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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哈哈